仁爱博爱市场一楼猪肉摊区的天花板 因为老旧钢筋锈时裸露 水泥块剥落 危机底下做生意的摊商 以及采买的客人安全 因此在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向市政府积极争取下 将耗资840万元重新修缮 另外也争取到150万元 太旧换新这个市场的货梯 那我们因为从民国70几年更新到现在 也非常多的设施非常老旧 那这边也是我自己住的地方 所以我们特别关心仁爱市场的发展 跟我们这个设施的所有改善 那我们非常感谢仁爱市场的王宏市书委 率领的这个我们的管理委员团队 常常都会反映我们真实的现况 把我们的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 或是需要改善的方向 给我们的产发处也给我 那我想我们会特别争取相关的预算 那今年呢非常感谢产发处 这特别编列了840万 来做我们天花板的修缮 尤其这边猪肉区天花板的这个锈石非常严重 非常多掉落的石块 让我们采买或者摊商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我们今年要求他们编列的预算 明年会做更新 那也有150万的货梯的一个预算来更新 所以我们感谢我们议长在帮忙中 来各地来勘扰我们能力市场 因为我们能力市场也已经三十几年 将近三十六年了 那有些东西都是老旧 老旧化的 那尤其有一些地震的原因 致使这个我们这个屋顶 石头剥落 那我们议长特别很关心 走个时间来会刊 那也建议我们市政府编列预算 来帮我们修散修补 在市场主委王宏寺 以及市政府产业发展处市场 及商业发展科长吴国伟等人陪同下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除了会刊 仁爱博爱市场一楼猪肉摊区的天花板 以及货梯的情况之外 未来也将争取重新铺设市场一楼周边的 棋楼地板 那我想我们现在还在看这个 仁爱市场周边的地板 因为这是过去的设计 比较这个没有止滑的功能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再把我们仁爱市场周边的这个棋楼 第一个做整平 第二个做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地板 重新铺设 我们未来再跟市政府 或相关单位来争取 那也谢谢王宏寺主委 长期的对仁爱市场的这个关注 跟把所有的问题来做反应 市政府产发处市场及商业发展科长 吴国伟进一步表示 猪肉滩区天花板会剥落的地方 已经都先处理过 暂时不会再掉落水泥块 明年也将紧速发包修缮这里的天花板 以及太旧换新货梯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